近期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许多本土案例 尤其中央更是宣布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 为了防止本县疫情扩散 今日上午副县长陈正森 也请自率领县府卫生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 前往南投市内多所店家进行宣导 各店家除了需配合政策戴口罩 采取实名制、实联制等 也必须一律采外带禁止内容的方式 判落实防疫避免疫情扩散的事件发生 因应整个疫情的延伸 还有消费者的确诊个案的足迹 所以南投县政府在5月23号公告 我们南投县的相关餐饮的一个场所 我们禁止现场食用 我们鼓励它是外带 那也必须要采取相关的公告 还有实名制、实联制的一个相关的措施 那同时针对我们的消费者 还有我们的业者 也务必要做到佩戴口罩 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那如果没有配合我们整个的防疫措施的话 我们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采罚3000到15000元 县议员于秀云表示 新冠肺炎近期相当严峻 相当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今日特地前往南投市内多走店家来宣导 也感谢各个店家相当的配合 全部都采外带禁内用的方式 最近因为我们新冠肺炎疫情的迫范 很多本土的病例 尤其是中央警察是全部 我们全国建议三级的境界 而且来配合到政府的政策 我们店家也可以说 绝对一路是要采取到 说扎外食 禁止在里面用餐的政策 今天非常地感谢 我们丹副团队 他率领到我们的卫生局 警察局的丹尉 进行到我们南投市内 很多店家的选择 很多店家也非常地配合选择 先言于秀云也在此呼吁民众 现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相当严峻 店家及民众也要落实防疫 戴口罩 信洗手 并做市民之等 大家一起落实 避免疫情扩散的事件发生 所以说秀云在这里 也要向我们这些民众 一些店家 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要配合到 政府的政策 要严格丢失防疫 拼免到疫情的拖开 大家要掘口大 我如果小手 防疫你我一起来 县府卫生局的呼吁店家 弄乎配合相关防疫措施 将未遗传染病防治法 裁罚3000-15000元 也希望大家一起落实 保护你我的健康 记者群文俊 南投採訪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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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